花蓮市食物银行农历七月接受到许多公庙社团的爱心益助 而日前树湖顺天府奉仙馆也带来了一批普渡物资捐给食物银行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迫切需求的民众 市长魏家燕也特别颁发感谢赵 树湖顺天府奉仙馆农历七月举办普渡法会 在馆长吴家庭的号召之下 许多姓众也把贡品捐出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急迫需求的民众 我们以前每年就是都有做普渡 那庙方这边有普渡 然后我们这边泰昌的行馆 这里我们就是有一些信徒 然后他们就是要做爱心 然后把东西一些物资捐出去 对对对 然后之后我们就考量到食物银行这边 他们会去评估说每一个个案他们家中的需求 然后会可以比较实际去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市长魏家燕十分感谢来自公庙 信众的善心意举 吴小姐每一年每一年都有捐赠非常多的物资 到我们食物银行 甚至我们食物银行里面的冰箱 也是吴小姐捐赠的 那今天真的特别感谢她 那未来也希望说有要捐赠的民众 都可以跟我们四劳客这个部分 再做一个联系 市长魏家燕表示 食物银行会妥善整合各项物资提供给弱势朋友 来申领取用 让善心的资源可以达到最大的效益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